老花一开央屏这 这个呢是35块钱从网上淘的一个鲁冰花好多的话有老是问问老花你怎么不卖鲁冰花 我先看看人家 这个人的房货描情都怎么样吧咱们先打开瞧一瞧 如果行的话合适的话我也给大家搞一点 首先箱子很大 打开瞅一点 包装很传统的一个包装 传统的一个包装 然后我觉得这个卖家应该是个二次元吧你看这个胶带上面 呃呆呆呆呆 嘿嘿嘿 这个胶带都很有意思 打开 哎掉了不少 尽管他很用心的去呵护 那也掉了不少 嗯根系很棒 这也是它的一个特色之一了 鲁冰花的根系会很棒的 呃 像这种情况的 咱们收到就可以进行换皮了 不过也可以等缓两天 再给大家说一下 借着这个鲁冰花这个视频呢 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缓苗的这个事 你这个缓苗很多的换友都把它给缓死了 我再给大家叨叨哈 夏季高温的时候 这个肯定要缓苗 你不可能大太阳 全光热给它猛招呼 你可以先放到睡衣底下 让它待两天 慢慢的给它见光照 你像春天 万物复苏的季节 哪哪都会适合 你缓个啥 你正常光照 正常晒 你买到的是圆培圆土的 即使是这种裸根不带土的 你也可以晒一些个太阳 换上盆以后 是吧 你套个塑料袋保湿的事 你其他的你该晒太阳 晒太阳 人家说什么呢 这些缓苗期间不要强光暴晒 不要暴晒 不如说不让你晒 你大夫跟你说 你胃不好 回去不要暴饮暴食 你抓上脖子不吃饭了吗 这不一个道理吗 理解偏了 还有呢 大家伙收到这种圆培圆土的 正常养护 如果是收到那种裸根的 不带土的 你就先别施肥 还刀刀一遍啥呢 这个植物的施肥 你像这种花 它一个月它就吃三到四顿饭 你就是只要兑水浇的那些个肥料 你就一个月来三到四顿饭 对吧 人是一天三到四顿饭 你一天不吃饭有饿死的人吗 没有吧 你一个月不施肥 这个植物会死吗 不会吧 会影响这么晚 你不会一天不吃饭 掉了两斤肉吧 它不会吧 但是你简单一概的这个事 这个呢 咱们就 缓两天吧 稍微缓一缓苗 来吧 咱们接下来来 正常的说一说 它的一个洋货 总体来说呢 它是比较喜欢阳光的 像春秋季呢 非常适合它的一个生长 但是呢 它一般正常在春天的时候开花 也就是 差不多到五月份左右吧 这样的话一直能开一两个月 它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开始结果了 好吧 初宝们一定要盖它一下这个点 在冬季的时候呢 尽量的搬到室内 这玩意很容易冻死 因为它 原产地嘛 它是 以前的时候就是在那种 比较暖和的地方 它不是说在那种 黑龙江过来的花 所以说呢 卖含能力就很一般 那这个东西呢 有的话说 老花一我想第2年啊 你不要想第2年啊 这这东西你不要想第2年 就是买一年看一年 关键它会结果哈 第2年还可以播种 那浇水这一块呢 还是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由于这种花呢 咱们这 根系比较棒啊 你要是脱壁换壁的话就特别不方便 我就先不给它脱壁换土了 如果说脱壁换土的话呢 也是给它换一些松软透气的土 如果说过于板结的那个土呢 它也是长不好 可能话说也老中了 我老花一 我鲁冰花去年买的 去年买的后本了 今年 今年本来就跟江河西去的 它就寿命就只有一年 结的那个种呢 可以尝试着去播种 非常的好看啊 因为它是那种顺壮的 叶子也很好看 有点像 那种 有点像那个七叶莲 好吧 嗯 非常nice 那个 用肥料这一块的话 以花多多2号为主 或者花多多1号都可以 通用型的肥料当然也可以 总体来说呢 比较简单 比较皮实的一个话 夏季高温的时候 宝贝们 如果是盆栽的话 稍微放到凉快一点的地方 因为会短暂的休眠 因为也是那个时候刚捡完果 不行 就捡完果 就挣了 再买 我老花一 也玩这三一 好了 这一期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做个评分 苗晴呢 没什么可说的 价格35 不算便宜 但是也还中规中午 啊 苗晴很好啊 苗晴起码有个85分 综合得分呢 也有个85分到90分之间 想干什么 记得 随分下留言吧 好 来啦 有意思吗 有一点麻烦